近段时间,李胜利事件可以 说习卷韩国娱乐圈,甚至连韩国政 警戒也被牵涉其中 当然胜利事件的波及范围并不止于此 亚洲多个国家的娱乐圈艺人 网红模特以及富豪精英等都被卷入其中 可以说李胜利已依 人直力判动了整个亚洲 目前李胜利案已经涉赌、赌、性侵偷拍、性招待等多种罪名 也引发了无数韩国人的愤慨 但难以想象的是 一直以来李胜利面对外界铺天 盖德的舆论压力和指责 仍然矢口否认关于自己的罪 明指控坚称清白 因此虽然郑俊英已经落网 但李胜利一直安然无恙 虽然不利于她的聊天记录数不胜数 但是李胜利同学却总 是能找到理由变白 譬如对于性招待的指控也 解释称只是给各国富豪金 因和年轻美女提供正当交往机会 对于涉赌的指控李胜利则回 因完全是自己吹牛炫耀 因此这样的李胜利也被网 友们调侃为堂堂正正李胜利 快快乐乐进监狱 不过随着韩国总统文在营下 令警方赌上命运的彻查 各种指向李胜利的有利证据也越来越多 此时的胜利同学也明显紧张了起来 因此在上月中旬李胜利开始首 四承认关于自己的指控 当然第一次承认的指控是关于 李胜利夜店申报为普通餐厅存 再违法这样的小罪名 至于其他夜店涉毒性侵之类的大罪 李胜利和他的律师团队世间 绝而又全面地予以否认 不过李胜利坚称清白 可是在警方这段时间明显的加 大力度严查下 这段时间关于 李胜利罪行的实锤也是 一个接一个冒了出来 并相继被已传播非法照片视频等物品 贪污等罪名予以立案 当然在李胜利同学洗白称之 为交友聚会的信招待嫌疑上 近日也是迎来了实锤证据 4月7日下午 韩梅透露李胜利在菲律宾 派对中介女色交易证据确凿 其中一共有8位女星参与其中 而这8位女星此次前去全部费用 都是李胜利一人承担 韩国警方怀疑依 比费用和女色交易有关联 李胜利为了维持和投资者的关系 所以向投资人安排了女色活动 这不单单只是国内女色交易 已经跨国了所以这件事情很严重 但是李胜利否认了这次中 借女色服务活动 目前从李胜利口中已经牵扯了 一半多的韩国明星 而日本台湾和国内都牵出了 不少大人物 看来这次和李胜利扯 上关系的都逃不掉 韩梅还透露 李胜利外带大奶妹连续晚两点泡夜店 嗨得非常狂 不得不说韩国娱乐圈的女星没践踏 男星无比的享受啊 当我们知道这些女星被当作 交易让那些有钱人玩弄 才深有体会原来韩国这么乱 而李胜利派艺人和几位女星一起玩 可见她在韩国娱乐圈能一手遮天了 只要是想得到的女星 想必他们就是脚下的蚂蚁一样 想怎么玩就怎么玩吧